看看新闻榜 时隔一年 蔡依林Myself世界巡回演唱会 重磅升级重回上海 首次从户外移进室内 大胆挑战四面台 蔡依林虽然紧张期待 但依旧细心满满 是将带给歌迷更多震撼与惊喜 而从《上男杀手》到《亚洲舞后》 蔡依林72遍地完成了她人生的层层蜕变 但其实掐指一算 这一切已经过了整整13年 感觉一晃眼是真的 就是一晃眼自己毕业开始工作 然后到现在这样 就觉得所有的歌迷也因为 也是陪着我长大这样子 蛮奇妙的 已经超过十年 然后也做了很多作品 这是一个人生还蛮特别的经历 谢谢曾经很不看好我的人 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打击 让我一直很努力 这是蔡依林蜕变的新生 1999年 蔡依林以令人惊艳的歌声 横空出世 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新人 虽然那时蔡依林脸上 有着婴儿肥的稚嫩 但是依旧不妨碍 她以清纯的面容 被众人奉为少男杀手 而当时还是学生的蔡依林 在个人造型方面 也是菜鸟籍 干净清爽的持发 质朴无痕的着装 都让这个女孩亲和可人 但就在她事业 正要如日中天的时候 蔡依林和唱片公司 陷入了经济合约的官司纠纷 以至于沉寂两年 2003年 蔡依林在新东家的精心打造之下 推出转型制作 《看我七十二变》 由此她正式告别 清纯可爱的丑小鸭时代 浪漫的卷发 性感的服装 以及夸张的美甲 蔡依林的新形象 瞬间成为被模仿的最佳案例 而她也一跃成为流行天后 与此同时 她在美甲上的造诣 更是如痴如迷 以至于 这变成她最独特的标识 所以那个有 就让我觉得 我真的有职业病 就是到哪 只要有颜色在指甲上 我就会先往那边看 然后看 这颜色跟那个人搭不搭 或是跟她的指形搭不搭 就是我自己 就会有一个 一种不自觉 对指甲上面的迷恋 蔡依林不能忍受 自己的指甲上没有颜色 因为那会让她感觉 非常没有安全感 而从过去夸张式的复杂美甲 到如今相对比较简单 但有造型的美甲 其实蔡依林也在努力 让自己回归最自然的状态 最近很喜欢 菱形的指甲形状 但是这是比较短的 就是疯狂迷恋 三四年前很流行很长的嘛 其实我觉得 短指甲 其实是这几年 蛮流行的 我觉得你可以 挑选 就是 有点带荧光的 或是粉色系的 都还蛮好 那红色是我自己最爱的 就是白搭 然后就是你也可以rough 也可以很性感 也可以很时尚 也可以很腹股 都是红色也是百搭的 那像这种 比较 就是青苹果 就是很夏天的感觉 你可以插在脚上 可能每一支 或是插在手上 每一支不同颜色 而在上海记者会当天 蔡依林的彩绘美甲 也是相当简单俐落 黑色与荧光粉色的穿插交叠 与她当天的两套服装 都相得益彰 有一种 公主的风格 就是比较优雅的风格 然后现在这个是比较学生路 这个就很轻松 很像我私底下的穿着 喜欢 穿起来很亮丽的感觉 所以就会想要像这种 A字散状的蓬蓬裙 舞台上的蔡依林 极尽性感之能事 但退去外表 她仍可说是一个心中 充满幻想的小女孩 今年蔡依林在世界巡回演唱会 北京站激动落泪 我也很开心 成为大家心中的老模 只要大家愿意看 我会一直表演给大家 这是蔡依林许给歌迷们的承诺 23年来 她也一直在兼职这个信念与态度 在制作或表演方面 自己 尤其是自己对自己的部分 我会 会要求比较高一点 我会对自己 比较严苛一点 现在还是一样 蔡依林常常称自己是变态 永远要求的 比别人要求她还要多 这个不断求进步的原因就在于 因为大家都会用放大镜检查她 每次她觉得自己最完美的时候 别人都会提出很多的疑问 而她就会因此更加难过 我不是一百分的完美的人 但是别人看我是对 所以那个是我在 从学生变成歌手的时候 没有想过的事情 因为别人会放大处理很多事情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失去你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的感觉 我觉得有压力是对自己 是有帮助的 在某些程度 可能别人会觉得说 你不需要每一次都 给自己这么大的压迫 但是我就已经习惯这样子的 求进步的方式 因为这行业是 它不会等你五年十年 而从跳舞都同手同脚的歌手 到现在拥有无人能及的 知识绝技的舞后 蔡依林始终高负荷地 运转着自己的能量 而她也说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就是凭着自己的忍耐力 此称 硬成才有的今天的自己 为了舞出新花样 她可以连续跳八九个小时不同些 以前没有觉得说 跳舞跟我的音乐有什么连接性 后来发现 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身体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就在跳舞的时候 就可以很专注 很专注地做这件事情 就会觉得 那种投入的感觉是还蛮好的 曾经的她为了保持 甚至超越自己 不止牺牲了自己 还有家人和朋友 她很难停下来呼吸 就怕别人追上了她的脚步 所以她一直都会说 请给我时间 以前看的 觉得很严重的事情 现在就会觉得 云淡风轻 我觉得非常的 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 太紧绷的时候 有时候会 觉得 比较 情绪会比较难控制 会觉得 快要疯掉 是需要一个 喘息的空间 现在的蔡依林 依旧对自己固执而严格 而三十而立之后 她又有了最初的那份纯真 时间在她的身上 来来去去 始终不迎天才的光环 而一一闪光 因为她知道 唯有万般努力 才有了更加炫目无比的 长久荣耀 而她现在开始期待的 或许是另一份 失去许久的美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